有一天,佛祖告诉阿南 我看天地万物 各自都有他们的素氏姻缘阿南见佛跟他说话 于是赶紧前来顶礼佛陀 跪着问佛说,是怎么样的姻缘呢? 这些弟子大家都想知道 请凌妇言讲说 一开始度话不知道的人 佛就告诉阿南说 善哉善哉,乐于听闻的人 要尊心天涯佛说 人如果赔福的话,就像这棵树一样 它的种子只是一粒果核而已 后来渐渐长大,结果利益无限 一,人当国王大臣,地位尊贵有权势的人 都是从礼敬佛法身三宝中来的 二,大富豪之人,是从不失中来的 三,长寿而没有疾病 身体强壮的人,是因为持戒律之故 四,长得端正白净 容光焕发,身手柔软 吐气芬芳,人见人爱 令能观看不厌的人 是修忍辱的结果 五,喜欢精进修行 不懈怠,乐于赔福德的人,是从精进中来的 六,个性安详不及躁 隐语行为都很审慎的人,是修禅定的结果 七,有人有才干 明白事理,通达了解忧生之法 能够把微妙的意理讲得很顺畅 让愚蠢的人都能听得懂 别人听了他的话,都能再请教且接受他所言 尊重他所言,并广为宣传 这种才能是从修智慧中得来的 八,讲话声音清澈的人 是从哥永三宝中得来的 九,干净清洁没有疾病的人 是从慈悲心中得来的 因为他前身不用木棍等物打人之故 十,长得高大的人 由于前世对人恭敬之故 十一,长得矮小的人 由于前世轻思傲慢他人之故 十二,长得丑陋的人 由于前世喜欢生气怨恨之故 十三,对事无依无所知的人 由于前世不喜欢学习问人之故 十四,生来愚蠢的人 是由于前世不喜欢教导别人之故 十五,摇拔是由于前世 扮回别人的缘故 十六,龙子虾子 是由于前世不看经典 不听讲经的缘故 十七,当人的奴隶 是由于前世欠债不还之故 十八,地位卑贱的人 是由于前世不理尽三宝之故 十九,长得又丑又黑的人 是由于把佛前面的光明遮住的缘故 二十,身在楼体之果 是由于前世在佛寺及金色衣柱不整的缘故 二十一,身在马蹄锅的人 是由于前世穿着木鸡在佛前喧嚣走过之故 二十二,身在穿凶人的国度 是由于前世不思作福时 心生悔恨令悉之故 二十三,投胎成禄 谜,极等禄类中之人 是由于前世喜欢让众生惊慌恐怖之故 二十四,身到龙竹里 是由于前世喜欢调戏 是轻浮人之故 二十五,身上身有恶毒之瘡 而总是治不好 是由于前世喜欢鞭打众生的缘故 二十六,人见人爱的人 是由于前世见到人就满心欢喜愉悦之故 二十七,人见人恶的人 是由于前世见到人就脸臭臭的缘故 二十八,被关斧拘禁 被关在脑内被手铐脚掉的人 是由于前生喜欢把众生关在笼子里 让众生不如意的缘故 二十九,身的吐唇之人 是由于前生钓鱼 让鱼缺失纯吻之故 三十,不喜欢听金玉良言 而且吵闹不休 劳乱别人听金法的人 后世会成为单儿狗 三十一,虽然听闻佛法 但是内心不信 以后会生到驴马之中 三十二,千灵贪心 自己毒食的人会堕到恶鬼道里 以后投胎为人会很贫穷 饥饿,依不蔽体 三十三,自己吃好饮食 给别人吃饿饮食 这种人以后会堕到猪脊蟑螂之中 三十四,抢夺别人的东西 以后会堕落成羊 被人活生生的剥皮 三十五,喜欢杀僧的人 以后会成为水上的浮游虫 招生目死 三十六,喜欢偷窃别人财物的人 以后会生成牛马或做努力 以偿还偷窃之在 三十七,喜欢兼营别人的人 死了之后会入地狱 男的会抱着着热的童处 女的会握在吃热的铁床上 以后还会投胎做鸡鸭 三十八,喜欢说谎 并到处宣传别人过饿的人 死后入地狱中 会被口罐滚热的童子 会被拔出舌头 以牛来跟他的舌头 之后还会投胎成羞流 鹰,遇这类声音难听的鸟类中 人们一听到他们的鸣叫 都觉得经步 说会发生鬼怪灾变之事 都诅咒这种鸟死掉 三十九,喜欢喝酒 最后犯了种种过失的人 将来会堕入热腾腾的大便地狱里 之后还会投胎成猩猩 出生为人时 非常愚蠢顽固 一无所知 四十,夫妇之间彼此不柔和顺从 经常打斗争执 彼此互相驱逐的 将来会投胎到割咎鸟类中 四十一,贪图别人利器的人 将来会生到大象群中 四十二,当官吏吃公价犯的人 如果对方无罪 自己确利用公子自便 侵犯人民 用鞭杖抽打他们 这种人死后堕地狱 损失受到极端的痛苦 这样经过千一年之后 再堕到水牛中 被人穿鼻口 拉车拖船 被人用棍子打 鞭子抽 以偿硕士之罪过 四十三,不干净的人 是从猪投胎来的 四十四,千灵贪心 不连结的人 是从狗投胎来的 四十五,凶狠暴力 刚毕自用的人 是从羊投胎来的 四十六,清照不安 不能忍耐任何事情的人 是从猕猴投胎来的 四十七,身上有一股心臭之气的人 是从鱼鳖中投胎来的 四十八,凶恶狠毒的人 是从毒蛇投胎来的 四十九,爱好美食 喜欢杀害众生 而没有慈悲心的人 是从财狼狐狸英中投胎来的 五十,在胞胎时就死亡 或生下来不久就死亡 后很短命就死 之后又堕落三二道千万劫的人 是由于前世喜欢打猎射杀动物 喜欢焚烧山林 喜欢把动物的人弄破 喜欢捕鱼网鱼 这种人杀害一切众生 贪吃他们的肉 贪图他们的皮毛 因此而得短命的报应 四十累劫都堕落二道 很难有成人的一天 要以为借敬亚佛说 凡事做功德 都必须亲自烧香 灾食,送经 不可以请人做功德 而不给供养,不发愿 好比请别人吃饭 自己却不吃 因此自己怎能饱而不饥饿了 要烧香礼拜 竭尽身心 守时戒律 休息产定才能设心 佛贤然当人的聪明 最后能得世间治 出世间治 即出世间上上治 而无任何障碍 平常就要烧香 灾食,读经,不思 人不思的人 可以得到福报 诸天神会帮助他 恶鬼邪神都会离他远远的 不敢去侵犯他 懈怠的人 平常轻松安稳的过日子 没有精进修行的心 等到有朝一日生病了 或者遇到不吉利的事实 才想到要去烧香拜佛 说是做福 这样子诸天神是不会降临的 因此做谋就敢前来骚扰 做种种神变怪异之事 因此之故 应当要精进修行 醉暴与福报跟随着人 就像影子跟住人一样 我们陪福就像下种一样 收获的果实 犹如凝聚类树那么多 凝聚类树的本来种子 有几个核呢 安然跪着核掌回答佛说 种子只有一枚的核粒 渐渐长大之后 却收成数不尽的种子 佛告诉安然说 只不识一个 却获得万倍的报酬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佛于是说祭诵 贤者好不识 天人自福将 失忆的万倍 按热受命长 今日失善人 祈福不可量 皆当的佛道 杜托于十方 佛告诉安然说 世人愚蠢无知 只能用有生死的肉眼 来观看一切 而不能透彻的是 罪业及福报的根本 我用道眼观看 无数节以来 一直到今天的众生罪福报应 清楚的犹如 观看手掌中的珍宝琉璃 另外都透明清澈 没有任何疑惑不明之处 安然整理了一下一经之后 为佛做你然后向佛说 您说的这些法 应该用什么名字 来称呼比较适当 佛告诉安然说 这不经叫做 五道轮转罪福报应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读诵这部经 而且广为宣传的话 功德无量 他们能够见到 贤结中的一千尊佛 并能追随公养贤结千佛 他们不会堕落三恶道 也不会身在八难处 见佛文法有葬兰之八处 一 地狱 二 恶鬼 三 畜圣 四 北聚如洲 五 长寿天 六 龙芒英雅 七 四字变充 八 佛前佛后 能够得到镇定佛说 这部经时 有五百位比丘正的罗汉果 诸天龙神集一万二千名 清静信士 六千名清静信女 都对佛法 生起了绝对的信心 他们都向佛陀顶礼之后 各自散去 出世原诚 本文出自小诚 戴一经的 佛说伦传五道罪福报应经 一卷 留诵三藏法师 琼娜拔陀罗裔